網友問說,怎麼樣才可以聯絡得到我們呢? 拜託喔,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看完影片以後呢,下面影片的資訊卡打開呢 有一個想找車連結 你就要點擊進去把影片的問卷填完 那我們就會最快的時間聯絡到你 那如果說你是想孤車的人呢 那一樣,下面的連結點開以後呢 填寫完表格,我們馬上就會輪到 我們店裡是不是有一台2019年的330 Touring 大家都嫌我們的配備不夠好 我今天就快速帶大家來看一下 後來有成交的這一台330 Touring 那它是2020年總代理的一個版本 跟我們店內自己在開的這台 2019的330有什麼樣的差異 帶大家快速看一下 好,旁邊這台呢 就是2020年的3系列總代理的一個版本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車的車色啦 陽光底下非常的漂亮 跟我的版本差別是前面的這個水箱護罩 它是使用這個鍍鉻的設計 那我的那台因為是Black Series 所以它是使用黑色的水箱護罩 側邊的窗框啊,車頂架 都是使用黑化的版本 那它呢則是使用這種亮銀的鍍鉻的表現 然後大燈呢跟我們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使用這個LED的動態大燈 側面的話呢你可以看到這個搭配的是19寸的鋁圈 那M版的鋁圈,然後M版的卡鉗 然後它有前後配的設定 所以前面呢是搭配235-4019 後面呢是265-4019 那側邊呢當然可以看到M版的名牌 然後也算是以它的精神象徵 那因為這台車呢是總代理有5AU的一個設定 所以呢包括360度的環景 跟車啊盲點偵測 然後車距維持系統 那以及車道至重的功能 那是全部都已經配置上了 然後上面呢也跟我們的版本有不一樣 就是呢它有大尺寸的全景式的天窗 那這個應該是蠻多 旅行車的人會喜歡的一個配備 這個側邊呢有KILIS開門 然後打開來看一下內裝的表現呢 你可以發現當然跟所有的M版的都一樣 還有包括呢M版的座椅 那M版的方向盤 比較不一樣的是呢 它的座椅呢是使用這個電動座椅 那還有一個就是它有HK的音響 就是Harmacodon的音響 以及呢跟我的版本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的上方有大尺寸的抬頭顯示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的部分 在空間表現上呢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第三方的溫控設定呢 其實在我的版本上面呢也是已經有了 那坐進去其實三系列的後座並不算大 但是如果你拿G世代的版本 跟F世代的Wagon比起來 其實已經升級了不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是比較在意空間表現的人 G世代的Wagon三系列 它的空間表現會比你以前 所接觸到的F世代呢來的更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車尾的部分 車尾的話呢其實我個人覺得三系列 最理想的設定呢就是 後窗可以獨立的開關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有時候我們就只是單純的 想要快速的可以拿一下東西 其實開玻璃比開電動尾門快多了 我們把這個置物的隔板 關起來的狀況下呢 它一樣可以打開來 然後呢可以獨立拿取 然後接下來下面呢 當然就是有搭配電尾門的設定 後面跟我的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唯一差別是 這邊有兩個快速傾倒的按鈕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兩個座椅 往前傾倒的話 那這邊可以支援直接的快速傾倒 這台車子其實它的資料非常的完整 那包括呢原廠的交車手冊 然後我要給大家看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就是它除了有兩支鑰匙以外呢 它還有支援一個卡片式的鑰匙 OK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開看看 以這台車子 第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差別 當然就是包括這個擠皮的方向排 但我覺得這擠皮方向排好像不是標配的 我怎麼覺得像是車主自己升級的 當然它的版本是比較高階 所以呢一進來呢包括這個全景式的天窗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大家 比較多人會比較care的 因為蠻多車網友會問我們說 這個沒有全景 因為他們都覺得Wagon的車應該就是要搭配全景 那當然採光上面來看會比較好一些 那進來以後呢其實整體駕馭上面來看 我覺得跟我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是因為我的車子呢是選用這個18吋的旅圈 那雖然也是M版的 但是我是18吋的 那它的總代理呢 這一台車是標備的設定是19吋的 然後它是有前後配 前面是235後面是265 然後重點是正前方 我自己平常最喜歡用的 大概就是前方的抬頭顯示器 其實可以幫助你在開車的時候呢 更專心更專注 包括你的導航資訊呢 都會投影給你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盯著 你前方螢幕的導航 然後你就可以蠻專注在自己的駕駛上 像這台車因為他們是搭配5AU 所以包括呢前面的跟車距離啊 車道至中啊 這些的設定呢 你就很簡單的可以在正前方的這個抬頭顯示呢 就可以提供這些資訊給你 那其實整體開起來 19吋的旅圈有比較跳啦 那我自己的車是比較 可能偏向舒適一些 不過我個人覺得 我自己開了一段時間的G21 空間表現上面來看 我會覺得後座的空間 其實還是不如這種 五系列啊 甚至是休旅車 這種X3啊 這種來的底下 但是它在操控性的表現上面來看 三系列的地盤 我一直都是覺得它是B&W裡面來開 我覺得是最適中的一個設定 當然你最想要靜機一點或是再狂放一點 我覺得E系列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因為它很短 它的表現會更加的靈活 但是我覺得三系列在表現上 它不會如五系列來的笨重 但是呢你又可以保有一些 自己實用的空間 那當然因為330的 19吋的旅圈 目前我這樣開起來 會覺得它在坑洞的處理上 會來的比較明顯一些 但是呢我覺得其實 B&W的底盤調教是沒有話說的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是 我是電動座椅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那台330呢 是手動座椅上面有一個不方便 但我覺得因為我那台車子 它當初的設定 就是為了輕量化 所以它拔掉了滿多的裝飾的東西 但是座椅的功能是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腳撐啊 M版的造型啊 然後包括呢這個兩邊的腰夾 那這個呢都是有的 然後接下來呢比較大的差別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這個是總代理的版本 所以它其實有選配這個 三系列的最高配的音響 就是Harmacadon 那中央扶手的部分呢 其實在造型上面來看 跟我的一個版本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都是使用這種 有點像菱格紋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還算是蠻 比這個鋼琴考西 我覺得來的更好 不過還有一個蠻大的差別是 你看到我的排檔頭了嗎 它是使用這個水晶的排檔頭 然後它的其中按鈕上面呢 也有一個水晶的設定 然後它的按鈕跟我有些不同 因為它有360度的環景 所以你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顯示 這個原廠的一些前方的攝影鏡頭 然後包括這個環景的設定 這邊都可以在這邊做一些操作 中央扶手的部分還沒有介紹完 打開來你有沒有發現了嗎 因為你是使用無線的Apple CarPlay 所以它等於是有一個充電的無線充電板 但我覺得這個我不喜歡 無線充電板很慢 這台車子的里程數呢 比我的車稍微多一些些 我的車大約現在是跑五萬公里 那這台車目前呢是七萬九千公里 大概接近在八萬公里左右了 其實這個車要切Sport會感覺 差更多 Standard的Sport 前方限速50公里每小時 好的很好 請減速 好的好的我減速 我減速 說真的Wagon的車會比Standard的車呢 重量再多一些 因為畢竟它多了一個五門的一個空間跟設定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與其是這樣我乾脆買就是四門的版本就好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差別 因為第一個330的差異是它是2.0的引擎 所以它其實在引擎跟睡晶機具上面 它跟320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第二個呢是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有實際擁有過四門的三系列 你會覺得在空間的需求上 你似乎就會差那麼一點點不能夠滿足 但是Wagon呢就可以很巧妙的呢 達成了這種實用空間 以及保有個人風格的一個平衡 那因為我的呢版本是黑化的版本 它減輕了這個電動座椅的重量 然後以及一些其他鍍鉻的一些裝飾 所以呢整體來說黑化的版本 它會比較輕量化 因為它是比較適合這個賽道用的啦 那它算是一個特殊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其實就是總代理比較滿配的版本 因為畢竟Wagon呢 在總代理的設定上面來看 它也是比較高階的設定 所以包括牌頭顯示器啊 然後全景天窗5AU的設定 然後Harmar Cotton的影響 其實都代表了這台車子呢 在BMW三系列的設定上面來說呢 算是比較高階一點點的 那所以呢在中古車市場上面 這台車子的價格呢 我們的成交價格是183萬 不知道你們覺得這樣的價格呢 是不是合理 那店裡這台2019年的330 Touring 雖然少了這些配備 但是目前優惠的價格呢 是在165萬 不過蠻特別的事情 其實是這一台車也是同行 在前一陣子 就是疫情前呢 去購買的 但是因為三系列的銷售 真的是在市場的反應上面 不如我們中古車當初所預期的 所以這台車子其實當時購入的成本呢 大約也是在200出頭萬 所以等於是說同業之間呢 也是虧損了20來萬 才做到這樣的一個成交 那包括2000自己的3系列Touring也是一樣 那這邊呢也不怕大家笑 因為畢竟呢是一個疫情的狀況 導致整體中古車商呢 或是說整體的車市 在價格上面有做了一些蠻大幅度的修正 不知道你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價格呢 划算不划算 我覺得有跟車 有抬頭顯示器 然後有全景式的天窗 當然我覺得是比較像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有預算上面的考量呢 旁邊這台2000的 2019年的330Touring 其實我開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一個版本嘛 其實我覺得我這台車的動力表現 然後包括操控 還是相當的不錯 而且你開上去怎麼樣 也是感覺比320再狂一點 而且還是Vagon的車型 還是蠻多車友 只會跟我討論一下這台車子 那我們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古車資訊 歡迎上Facebook搜尋2000中古車 要買進口車也可以找我們喔